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时代的奋斗者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讲述他们拥抱新时代 建功新珍藏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逐梦奋进的故事 好 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到第一个故事的VCR 他是二十岁不到就只身闯珠海的重庆浪妹 他是众人口中无所不能的乘走 三十二岁从千万身家 一夜变成负债千万 三次创业 三战三败 三十六岁已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的他 选择挑战从未涉足的糕点行业再次崛起 他叫程浊新 一个历经事业臣服 在三十六岁品出创业真味的重庆辣妹 掌声有请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程浊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卓鑫 现在在广东珠海定居 然后很开心回到我的家乡重庆录制节目 我的人生格言是爱拼才会赢 只要敢做敢拼就能创造自己幸福的人生 谢谢 来 也请 你还是应该像片头一样穿成那样出来 大衣 高跟鞋 是吧 那个黄头发 这样子吗 你今天怎么穿这么素呢 因为那个是我之前的着装 但现在呢 就是做死业了之后 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时间去捣死自己 这样子的裙子 然后我有四五条 爱拼才会赢 对 这句话好多都是男人说的 为什么会成为你的人生格言 可能从小就是我的性格都比较像男孩子一点 然后呢 我出生在那个重庆万州的农村 家里面没有就是更多的一些支持 不管是资金还是资源 那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 一点一点都创造出来的 打拼出来的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36 13岁那一年呢 就是 我爸爸得了肺癌 我爸爸的去世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当时有一个场景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 这个场景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我爸爸去火葬场的那天 就是它是最后一个古化的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正月十六 是冬天 然后很冷 天空 下着小雨 但是我抱着我爸爸的骨灰 我爸爸的骨灰是热的 你能想象那种就是一个很弱小的身躯 因为我从小都很瘦 然后我抱着我爸爸的那个骨灰是热的 然后雨点飘打在我的脸上 然后我的眼泪跟雨水 其实我那个时候分不清楚 心很凉 就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我的心跟我爸爸一起死掉了 回到家了以后 因为我爸爸当时病重 他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房间 我在我爸爸那个房间待了很久一个人 然后我不能接受就是从此以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人了 你没有兄弟姐妹吗 我是独生子女就一个 因为我爸爸就是三十多岁才有我这个女儿 所以说他对我非常的宠爱 有人欺负你们孤儿刮母 就是我爸爸下葬的那一天 然后这个时候会撒那个米 如果你接的那个米越多 日子就会过得越好 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小 我那个时候应该只有1米3左右吧 1米2 1米3 然后我没有办法接住那个米 有人就指责我 说你连这点米都接不住 你以后能干什么 然后当时我就把那个衣服给放下来了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今天一粒米我都不接 以后我也会过得比你们都好 你能再给我们把当时的情景 用当地话复述一遍吗 我锁给你们锁 今天我一个库人蜜都没有见到 但是我以后一定会比一门国里都好 你是什么样的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就是真正的在你身边 然后保护你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就是家庭主妇 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 所以你的性格是谁的爹 对我妈就说他是复刻了我爸爸 当我爸爸去世了之后 我妈妈就没有工作嘛 也没有收入 周末的时候呢 就去摆地摊 就两天我就可以赚到就是我一个星期的一个生活费 然后在我妈妈摆地摊的时候 如果我不是很忙或者我妈不是很忙的话呢 我就会去捡矿泉水瓶子 你们知道一个矿泉水瓶子有多重吗 我只知道一个矿泉水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大一点的矿泉水瓶子 可能13个左右就有一斤 如果薄一点的那些的话呢 可能就要就是十七八个这样子的 或者十六七个 贵的时候可以卖到三块多 便宜的时候的话就一块多这样子的 我的条件不好 在学校里面其实偶尔也挺自卑的 就比如说我没有好看的衣服 我的学习用品也没有 就是其他同学用的那么好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想读书了 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 下葬那天 那些让你愤怒的那些人和那些话 现在你在看还有那么愤怒吗 其实土雷老师他不是愤怒 他是一种力量 不服 对 我只是不甘于自己的平庸 然后不甘于就是 在那个小三村里面去过我自己的一生 可能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么多年我去回忆起来我就觉得 很难的干过服务员一个月 三百八十块钱 去做过五块钱一个小时的画务员 然后去派过传单 二十岁的时候呢 带着一千块钱去了珠海 刚开始的时候呢 帮人家卖茶叶 然后干了两个月之后呢 我就去那个报色业务的 就在报纸上面做广告 就业务员 早上七八点钟 然后起床 然后晚上我一个人在外面跑到八九点钟 就我是那种很跟自己就是较劲的那种 就比如说今天我我约了一个客户 我过去三千块钱的我谈不下来 我也会跟他谈个一千五的 一千五的我谈不下来 两厘米乘以两厘米的是两百的 这种我也想要拿下它 让它签个七七 对金钱的渴望很浓 是对成功的渴望 很想要证明自己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 然后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了的话 提成公司是必须要给的吗 工资 二十来岁有谈恋爱吗 有 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就跳槽去了另外一家 然后我在这家公司里面呢 就认识了我前夫 你前夫家庭怎么样 后面我知道他条件很好 就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每天看到他 如果是天晴的话呢 他的鞋子上就很多的灰尘 如果是他下雨的话呢 鞋子上就很多的泥巴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 总是很好奇 我就问他你们家住在哪里 他就说了一个大概的地方 然后我说那个地方也不是农村啊 然后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直到后面有一次 我们一起出去 因为做信用卡也是需要摆地他人嘛 我们就到了他家附近 然后他就说 那个要不要去他家坐坐 然后去到他们家那里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家开工厂的 你作为一个销售难道没有特别敏感的直觉 能够看出一个客户的经济实力呢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社会怨恋还比较少 你在认识他之前有攒钱吗 有啊 攒了多少钱 小一百万这样子了 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就是我自己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之外 然后我周六周日啊 然后我还会做兼职 我那个时候呢 刚好有一个朋友是做那个就是电子设备的 刚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去那个华强北拉货 然后回来那个珠海去卖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自己的车嘛 然后我就坐那种高校联谊的大巴 早上然后坐那趟车过去 晚上坐那趟车回来之后我才会吃饭喝水 因为那个时候我我不敢吃饭喝水 是因为我怕中途 然后我要上洗手间 然后司机他不给我停 就我也不知道现在你去回忆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挣钱的时候 从来老师我跟你讲 就是我有个习惯 收到钱他就开心了 我有个习惯 就是我会把我的钱放在那个枕头底下 因为我是带着1000块钱去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拿出来 数一遍 然后我数一遍了之后 我才安心的 然后睡觉 第二天我就又有了新的力量 他认识前夫之前他有一百万 相当于他咋嫁给他前夫 这叫代资尽祖啊 是吧 对不对 怎么样 嫁得还顺利吗 我家公家婆是那种就是很好的人 然后他们会怎么样呢 一边都很礼貌叫我吃饭给我煲汤呀什么的 然后他们在桌子上就会讲 小陈呀 你们两个还是分手吧 你看你们吃的又不一样 对吧 我们吃的那么清淡 你是吃辣的 你看我们语言又沟通不了这样子的 那怎么还接了呢 就我们约饭嘛 在外面喝茶 有一天我就跟妈妈说 我就喜欢你儿子 他一无所有我也很喜欢他 我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你们家的钱什么的 然后后面他爸妈妈然后就松口了 后面我们结婚了之后 有一次他妈妈就问我说 小陈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的酒店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几个铺面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的那个别墅 是在哪个区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自己去挣 你的东西是你的 那你刚才说这番话又特别像13岁的时候 是吧 可能骨子里面嘛 就是自己的那种内心里面就觉得我要的 我就自己去挣这种感觉 就是你有一种天然的敏感 其实我内心里面实话 我会 怕人家看不起我 自卑嘛 对会自卑 结婚了后面有小孩了之后呢 然后公婆就给了我们一千万 像你这样刚烈的性格怎么能接受呢 广东他们有句话叫做 一代好儿媳 三代好儿孙 一个家庭的和谐跟团结 然后包括年轻人出去做事 家里面要支持是为了这个家族 然后以后会更好 其实在那个时候一家人 就是他们会用那种 就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 他的父母很恩爱 然后脾气也很好 他们家有三个小孩 就那种家庭氛围 他弥补了我觉得我童年的这种创伤 你觉得他们家的这种家庭环境 对 让你淡化了你内心的敏感和自卑 对 妈妈对我很好 这一千万你给他翻了几倍啊 三四倍应该还是有的 做什么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做了好几个那个项目 承包了一个搅拌蛋的运输 我们自己买了就是二三四台车 然后再找了一些车队去合作 你一切都这么顺利 怎么会变成前夫啊 因为我前夫那个人 性格就是比较温柔 而我身上就性格比较强势的那种 我觉得你今天一点都不强势 可能在土雷老师面前我强势不起来 然后呢就是17年的时候 因为他当时呢 投了我们公司楼下的一间公司 然后那个公司呢就亏损了一千万 因为当时呢 投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是坚决反对的 谁亏了一千万 是不是就我前夫嘛 然后所以说生活里面多了一些就是 而且年轻嘛 可能有时候口不择言的互相伤害 我当时离婚的唯一的要求就是 我必须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什么我都可以不要 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他必须要 你不是说他们家庭的温暖 能够弥补你很多童年的不足吗 是啊 然后呢也没有实际上太大的问题 无非是亏了一千万 到底矛盾在哪呢 我的性格就是很大的一个矛盾了 就是什么事情 除非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之后呢 我就会直接说 而且我说的很难听 甚至有时候不给他留面子 单亲妈妈带两个孩子 跟以前就不一样 是 以前你可以很强 因为你没多少拖累 但是只要一个人强 有了拖累了 他就有软肋 你就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肆无忌惮了 是 人家说孩子是铠甲也是软肋嘛 做事什么的 你没办法去集中精力 后面我就跟一些朋友去合作 然后那就是我觉得我被吹人生的开始 嗯 挺甜霹雳你们懂吗 就当时我投了一个软件公司 后面有一天我在江西的南昌出差 在去景德镇的路上 然后我就联系不到他了 第二天可能再回我也是正常的 结果第二天我还是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然后我就有点慌了 你投了多少钱 4000多万 什么软件公司 其实我现在跟你说我也不是很懂 你信吗 我信啊 就是换成现代的我来说 我觉得那就是傻叉 就这样子的 就那个时候 你离婚带了多少钱出来吗 1000多万 那你哪来的4000万投进去 借呀 找朋友呀 借钱就投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了解那个人 其实还是钱多闲的 你要没那么多钱你也不会投 是 4000万亏了这第一次啊 嗯 还有钱吗 就是我不是说嘛 这件事情其实是悲催的开始 是的 当时呢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我手里面还是就是升个80万的 包括那天他们问我说你当时什么感觉 其实我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哈哈 4000万亏掉了没什么感觉 因为 反正我还能挣回来 对我当时觉得就是 再想办法把这个钱给撞回来呗 其实也很颓废 也很不开心 但是呢 没有像说后面再经历的事情那么 让我就是觉得 活不下去那种感觉 亏了那个钱之后呢 因为我有孩子啊 我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去消沉 所以一个月之后呢 我就有一天跟朋友聊天 我跟他说 有什么行业 门槛比较低 然后在短时间之内 你能赚到钱 你已经开始疯了 说这种话已经开始疯了 刚好那个时候 他是做品牌的嘛 然后就 他去 他说他去找那些主播带货 哎 半个小时几十万 他说 这个行业可以做 其实我那个时候连抖音 APP我都没有 然后我就去下了一个 心智勃勃的 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4980的我也听过了 9980的 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我也听过了 就是各种去上课 回来之后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我懂了 嗯 嗯 我要去开公司 然后我就招了一群人 什么编导啊 摄影啊 什么的各种岗位的 对吧 安排起来四个组 跟他们说每个组 你们做两三个账号 对吧 我们来孵化 哪一年 18年吧 那还可以 18年还可以 但是 半年 200万射进去了 账号做起来了没有 没有 就就就又亏了呗 没钱了 对啊 这就是 真正真正出来之后 就是自己重新穿的第一波 然后又亏了 这个没钱了吧 这个时候呢 其实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把那个车给卖了 因为我的车就一百多万嘛 啥车一百多万 嗯 把四姐的帕拉美拉 帕拉美拉卖掉了 然后呢 这下折腾干净了 还剩了点钱 还有点钱 就是就是还有个四来二十万嘛 就不多了 有些人手上是不能有钱 对 然后呢 我就说捧别人不行 我就来捧自己 自己做主播 不是我想做网红 那个时候 我就捧自己 然后拍了两个月 把那个钱花完了 剩下的四斤是吧 没了 粉丝长起来没有 也没有做起来 你是想做哪方面的网红呢 我那个时候的账号 是一个探工厂的号 别人探店 你探工厂 就是还是不懂 这下消停了吧 相对消停 还没完全消停 你欠钱不 我欠呀 你欠多少钱 刚开始就是就一千多万 后面的朋友看我就是 那个时候没什么事情做 然后就跟我说 就是我们一起做那个酒吧 但是有一次呢 把钱打过去了之后呢 就没下文了 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 我觉得只有那一次 它变成了就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去 怀疑自己 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我是病了吗 就 否定自己的所有 觉得 你不是你自己想象当中那样子的 你不会想亲生吧 我就这么干了 我有一天给我所有的朋友 发了个信息 我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三天这里联系不上我的话 我就没了 因为那段时间 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我的 孩子需要生活 而我的 父母还不知道我的情况 银行的那些就是 催收的那些 电话什么的 也会 什么信用卡 大家贷款的那些 然后也会打过来 我那个时候出一个 极度焦虑的一个情绪当中 我觉得那一瞬间 我的想法就是真实的 我在睡了一晚上之后 我觉得 我不能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 我的孩子不能没有我 我的妈妈也不能没有我 因为我妈妈已经没有我爸爸了 我不能就是 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没有朋友可以再帮你了吗 这几年的这种经历 让我觉得 我身边真的没有什么朋友 前夫不知道你的困境吗 孩子还在你这 跟你应该有联系 我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 表现过太多的 我儿子只会问我说 妈妈你的车呢 我就不明白了 向前夫借点钱应急再还 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不想扶软 不想扶软 扶谁的软 谁的软我都不想扶 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些人 像这样的人 就是不愿意低头吗 其实他们不是怕低头这件事情 他是怕低成习惯 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好 对 我就是不愿意去 妥协是一门艺术 来你跟我们说一下 这张照片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张照片呢 是我刚到珠海不久 然后我妈妈跟我妹妹 就我肌肤的女儿 然后呢一起来珠海 看我我们在那个海边拍的 我是什么时候看这个照片呢 我去回忆这个照片呢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当时在我就是快要 觉得自己都要厌气了 极度郁闷的一个状态下面 当时呢我一个朋友就约我吃饭 他没有带我去大酒楼 然后呢他带我去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带我去十四村的那个朋友 天哥 吃饭小吃什么的 因为他平时不太吃这些 那个路边小摊什么这种 他总是接触那种高端饭局嘛 慢慢的可能对这个东西淡忘 然后我给他重新回忆回忆 来个 给你来个 大叔 哎 这片子才拍的好 剪的好 尤其是那条狗 就整个这个这个画面 所鸿托出来的那种气氛 让人感觉到非常强烈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在这里 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气 让我知道其实 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当时呢我们去到了一个就是 卖那个重庆凉拌菜的那个 一个汤位前 因为很久没有吃过了 然后我就去点了几样 我就跟那个老板聊天 我说 哎 你是重庆的吗 他说 是啊 重庆 云阳的 我说 我是玩的 就聊了几句 他就说 你是在珠海上班吗 我说 是啊 他说 那你租房子租吗 我说 是啊 他说 那你一个租的房子多少钱啊 哦 我就跟他说一千多 然后他跟我说 你租的房子一千多那么贵 我们租的房子才四五百 就是我特别的震撼 震撼啥 因为他当时说他一个月的房子 四五百的时候 你还没 你很久没有接触过这个群体 对 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去 我就翻以前的照片嘛 就翻出来这张照片是吧 对 就就不断的去回忆自己的以前 因为我在想说我以前我明明可以自己 亲力亲为去做一些事情 我是有能力哪怕我一天就是赚个几块钱 几十块钱我明明是有能力去做事的 为什么我最后会变成了一个今天这样子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呀 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脱离了这种烟火气息 之后不断的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人哪一旦脱离烟火气息呀 其实就是没人味了你知道 于是乎他就做了以下的这件事情 新年 祖国那边需要你顶一下 好的 我知道了 来 我那个麦都给我拿过来了 是的 那是我们就是越式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点心啊 但是有什么的话 这个后海的新姐留言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新姐帮我评一下 从我们上市所 是吧 其实我觉得新姐啊 我刚来公司的时候 我以为她是一个超汉子 她老是不换衣服你知道吗 我后面才知道 她是一件衣服 一套衣服 她是重复重复重复 都是一样的 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新姐的 她会引导我们去怎么做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去做才是对的 就这样 像中控 当时我跟新姐一起做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都是新姐一步步的去摸索 摸索了之后 我还告诉我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 然后她是能够把能量传递给别人的人 就我们的主播有时候 一播播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然后中间她想上厕所 玩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又不能停播 所以她就会在那里大叫 将新姐过来给她抵一叫 然后新姐轰轰轰的 她就跑上去了 就可以直接上场了 我被她个人的魅力 征服 然后留在公司里面 待了这么久 她一个女人 然后她的精力可以这么充沛 然后她想的 想做的事情的话 她能做得这么好 从十四春回来之后 我不是就不断的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才真正意义上的 开始去做抖音 我没有钱去培训了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去网上买那种就人家巴塞的课程 就九块九的 就每天在家里边听 然后做笔记 然后找朋友建了一个办公室 然后我就去实操 我记得做主播的第一天 桌子在我面前 然后我在这里 我拿着那个台词 我在那这样子愣了一个小时 我弟他们跟我说 你讲啊 我说我讲不出来 他说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我讲不出来 我说要不你把那个镜头拿开 就是特别恐惧那个镜头 就是没办法去张嘴 一个小时之后 我打电话给这个天歌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今天开直播了 我说但是我做不到 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边那一关 他说你是觉得丢脸呢 还是觉得怎么样 我说我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反正我就没必要张嘴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是陈卓星啊 你那么难你都乱熬过来 你现在要重新开始的时候 你为什么 然后觉得自己不行了 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二十来分钟 其实当时已经是晚上的两三点了 然后我弟他们叫我走 我跟他们说我不行 我说我今天晚上如果不把这台词练完的话 我一定不回家 沉默了二十分钟之后 然后我就张开我的嘴巴 然后就是把那一段台词 然后就是半个小时 我把那个十五篇的那个全部练完了 其实没有任何的节奏 没有任何的很好的一些什么在里面 但是我把那上面的质量完了对着镜头 自己又做客服 做客服被人家骂得超难听 骂你啥 比如说快递没收到 我会说 你们怎么拍快递的呀 然后会说 你们这个什么东西啊那么难吃怎么样的 你们没就赚黑心钱 这算什么吗 但是我从来没被人家这样的骂过 为什么要去做客服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了解到 就是客户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后面做中控 刚开始看不懂 就卖得多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卖得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然后从每天就是卖一单 然后两单 十单这样子一步一步去做 每天在公司就是待十五个小时 每个岗位都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完成 然后连产品的话术 这也都是自己写 很多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里面 看见我儿子 小孩子有奶味的 就是你进到他的房间 你会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 那种味道 会让我觉得很满足 会让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力量 我就是为了孩子 然后我也要很坚强 那我也要熬下去 一个月之后 就我妹很惊喜地跟我说 我们这个月赚了两万块钱 你知道那两万块钱是什么感觉吗 那种无压就是无异于说跟两百万的感觉是一样的 不就两万块钱吗 不但是我很开心 那个真的是我自己就是经历了长期以来的失败跟没有失去了赚钱能力之后的第一笔钱 不就四千万吗 我觉得那两万块钱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其实证明了我自己还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你不是丧失了这些能力 你是在那段时间走失了方向 你现在在做实业是吧 对 它的名字叫闲当黄开口书 就这个是吧 我跟你讲 这个又是一个晴天霹零之后才有的一个产品 就当时我不是做的挺好的吗 但是我是帮别人卖 卖的好了之后呢 那个老板就不给我卖了 就我的那股劲又出来了呀 我要自己干一件这个事 而且要比你做的更好 产品也要比你做的更好 品牌也要比你做的更强 这就是我当时心里边最真实的想法 然后当时不就每天在想说 要做什么样的产品 做什么样的糕点出来 然后大家才会满意 大家才会喜欢呢 每天都是在思考这些问题 刚好那天我妈在吃那个蛋黄酥的时候 然后她也拿一个给我吃 然后我妈就一边吃 一边在那练刀说 啊这个蛋黄酥好吃 但是就太甜了 然后一个吧 然后不够吃 一个半的话呢 然后又浪费 比如说你等会再吃啊 或者明天再吃的话 她又显得不那么就是 干净卫生嘛 然后当时她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 所以当时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第一步 蛋黄跟酥是必须要解决的 然后这个酥皮呢 就是是选用一层 还是选用十层 反复地去试验 最后选了十八层 它摇起来呢 是一种就是七分的硬度 你知道吗 它跟蛋卷的不一样 它虽然说是酥的 酥脆酥脆的口感 但它没有蛋卷那么的脆 第二个一个就是蛋黄了 最重要的是蛋黄 你入馅嘛 一开始的时候我说 哎 要不弄整颗蛋黄 但整颗蛋黄放进去的话呢 它就很咸 然后呢又有点腥 这种味道 然后我给我妈撕了一下 然后我妈就不好吃 对吧 我是觉得不好吃 她觉得不好吃 肯定其他人觉得不好吃 咸蛋黄这种东西 做糕点确实很好吃 但是很难处理的咸蛋黄 不那么腥 又能够异于人接受 但蛋黄腥的话呢 把它就是烘烤了之后 然后加点酒精 然后这样子 然后把它碾碎了之后 它的这个腥味就去除了 但是你去除了这个腥味了之后 你的这个馅要做成怎么样 才能口感最好呢 其实应该吃出有沙沙的感觉 会更好吃 后面呢我就想了一下 其他的点心 不是都有用很多的馅料啊 什么的吗 然后我就尝试把什么 老婆给的那些什么冬蓉啊 然后糯米啊 然后什么冬刺啊 然后包括传统的那个 就是蛋黄酥的那个 什么红豆沙呀 都拿进来尝试过了 然后它但是它烤出来 就会比如说粘粘的呀 或者是说很干呀 会粘喉咙呀这些 就是这些材料 然后都不行 反复反复的 然后不断地去测试了过后 然后最后选了 白云豆的白豆沙 白云豆的白豆沙的话呢 就是第一颜色 它跟蛋黄不冲突 第二个的话呢 白豆沙是有点甜的 然后呢蛋黄是咸的 那个时候就是出来的成品 你吃进去的那个口感 就是咸甜胶汁的 然后白豆沙本身也反杀 咸蛋黄然后它也反杀 就是吃进去的那种口感 就咸甜胶汁 然后很绵密 很细腻 这种感觉然后就对了 然后后面呢 它不是大了一点吗 对不对 传统蛋黄酥那么大 我们就想说把它做小一点 然后就不断地改良改良了之后 它就变成现在的大小 把这个产品做成这么小的话呢 一个是我自己想要去追求 希望它就是能够小一点 更加的对 就是女孩子啊什么的 小朋友啊这些 然后更友好一点 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广式糕点 它本身都是比较精致的 当时呢 是因为我们烤制的时候 本来我是想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像传统的样子 相对来说更圆一点 这有点像蛋挞了 对 然后呢 但是它烤的时候呢 它会蹦开 就爆开了之后 那个花我觉得天然的很好看 当时我看到它之后 我就笑了 就是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很开心 所以说那一瞬间 我就说给它取个名字 叫开口书 而这个实质开口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它有个 更好的寓意 但我自己不是 经历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只有健康跟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是一种力量吧 然后就是融合在了 这个产品里 它是一种情绪 我想说 未来吃到开口书的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开心的 还是不开心的 你吃到这款产品之后 你会变得开心 能够感觉到就是从产品里面 传递到的这种 而且本身甜品嘛 它就是能带给人快乐的 后面我觉得很成功了 然后我拿给我妈妈吃 她没有说当面去夸奖我呀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我妈那个人的性格 就是这样子的 她不是很善于去表达 然后她会打电话 跟我舅舅他们去说呀 给她的同学去说呀 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 上线了以后 就是我放到网上去卖了之后 就五个多月的时间吧 然后卖了四千万 然后让我觉得 就是我除了我自己的 就是孩子 我的父母 我承担了我的这种责任 我就重新站起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那么此刻观众朋友们 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 谢谢你来了直播间 那么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 大家可以去选购 从最开始啊 当你想要表明 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的时候 你所说的那些话 无非是说将来 你们有的我也会有 而我有的 会比你们更多 你是通过用一种 拥有某些东西的方式 来表明自己成功的标准 但到后来经历了 你那三次创业失败之后 你慢慢的才发现 我真正能够告诉大家 我很强 不是我拥有的是什么 而是我改变了什么 我们听信三位老师 对你的点评是什么 积极努力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热情热爱 是来自于我们对自我的一种确定性 我热爱什么 就是当一个人 他的自我相对是完整的时候 他才能够去有心力 踏踏实实地去寻找 他热爱的目标 才能够把他的注意力 去投放在那个目标的身上 其实你内心当中 有很多的热情 但是也有更多的忐忑和不安 所以我感觉 灼心其实在你 三起三落的这样的一个创业 你的内在的自我的这种匮乏感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 你自己需要去思考 或者是钻研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希望能够像你的这个产品一样 是一个开口酥 能够笑口常开 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去寻找到你内心 真正的那种快乐 那种热情 这样的话 我想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你的创业才能够真正的 稳定的持续下去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 谢谢 其实你是一个特别 不服软 不服输 很要强的人 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脚踏实地做的这个事情 可能真正的才能让你 找回到自己 从几千万到负债几千万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灾难 但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幸运的事情 它把你从飘在上面的一个状态 给拉了回来 让你回忆起来 曾经13岁的时候 捡矿泉水瓶子 一个一个瓶子的去捡 一个一个的开口酥去做 脚踏实地的做 可能才能真正的让你心里面踏实 你经历的这些事情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财富 让你回到初心 让你开始真正地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重庆女孩子的那股劲 不会丢的 要强 有一种泼辣 有一种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那股劲 而同时重庆女孩子身上还有一个特点 我希望你可以拥有它 就是乐观 像你做的开口酥那样 能够保持微笑 那我相信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来了 谢谢 其实你的故事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你最初的创业不叫创业 你搅拌机懂啥呀 你一个小姑娘 你拿钱打水漂呢 做完搅拌机还做软件 你把钱就砸出去了 你事后你永远会明白一个道理 你只能做你懂的事情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成功 为什么源于一个不起眼的 没有软件了 没有大的投资了 也没有搅拌机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 由面粉和蛋黄 组成的糕点 它很小 不起眼 卖得很便宜 那叫产品 所有的梦想 对于今天的创业来说 必须得找到 赢得顾客的产品 速到他的产品力 然后懂这个产品 爱这个产品 你没有这份热爱 你做不成这么好吃的糕点 你没有那么多次失败 你不会懂这个糕点 你以为小小的糕点 它没有技术含量吗 它在失败很多次 它才能做出 与众不同的糕点 在一片红海的市场 打下属于自己的 一点点蓝海 了不起 我希望你的故事 能够激励更多的人 在遇到生活的磨难时候 不低头 坚持 独立 自尊 甚至有那么点任性 然后在失败以后 能回到 充满烟火 人就在能上能下 我认为你的 这个访谈 最吸引我的部分 是回到充满烟火器的 打排档 我很喜欢广东打排档 那个烟火器 是你做糕点的 最隐秘的动力 你变得逐渐的有力量 一个糕点 带给一个女人的力量 希望你两件事 第一把事业做成 把糕点 做好 把生活经营好 不辜负 两个孩子 对妈妈的信任和爱 谢谢你的到来 你的故事 值得向更多人推荐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谢谢你来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感谢他们无私的爱 那就是我前行动力上的 一盏明灯 那就是我的力量 我要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我的合作伙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我 成为了我的臂膀 我要感谢这个 美好的时代 因为给我们创造了 很多的机会 提供了有价值的平台 让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有机会能够去实现 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我更要感谢 今天在场的几位老师 我很感动 我真的觉得 如果可以早一点就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